大家好 焦點視頻 李應聰風水命理的時間 營過一幕見到我們的李應聰師傅 Hello 大家好 一年上集和中集跟大家分析過中國八字和習近平 習主席的八字比較 上一集跟大家說過 2023、2026、2027這三年中 中國八字看到了一個明顯的動盪 當然我們身為香港人當然要關心自己 我們看看香港的八字和中國的八字比較 是不是有見到同樣的現象呢 雖然我們在很早期 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頭一兩集已經講過香港的八字 這次可能大家也忘記了 我們重溫一下 在你們螢光幕的右邊見到香港的八字 1997年7月1日成立 丁丑年、丙五月、鴿神日和鴿子時 好了 這樣呢 這一個的 香港的八字和中國的八字一樣 都是一樣是鴿木 唯一一個代表的 你們的螢光幕的左邊就是中國的八字 香港和中國都是以鴿木為一個立極點 好了 而呢 香港的八字和中國的八字最大的分別 和最大的矛盾就是 中國的八字是一個正觀很旺的結構 正觀很旺 即是那個管理是一個比較硬崩崩的一些的手段 OK 不是太多人民的聲音是可以發表到 因為它沒有火的 即是我們在中國的十神裡面叫做食神相關 代表那個民主 代表一個記住的聲音 然後反過來香港的八字 剛剛反過來 它就沒有什麼正觀的 你看到 丁丑年、丙五月、鴿神日和鴿子時 沒有金的 那個八字沒有金 中國的八字的金很重 那個金很重 香港的八字沒有金的 即是要管理武力的 現在火就很重 即是說那個要自由愛自由 愛民主 愛抗爭 香港的心態是很刺激的 OK 這個就是中國和香港的一個非常激大的矛盾 那 你試一下 用人的角度去想一下大家 如果你是一個中國的領導人這樣的情況 這個八字就會影響到中國裡面所住的人 的一些心態 就會覺得就是要被管是應該的 香港是 食箱很重的 火很重的 火氣是非常之猛烈的 一個八字的結構 就是代表自由很重要的 OK 有沒有人管不重要 最重要是自由 那你用中國的角度去管香港 是不是自然就會發生很大的矛盾 OK 這個是死結來的 OK 除非你香港的八字重新改過 要不是這個是死結來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沒有辦法 已經成立了 OK 好了 我們看回香港的大運 由兩歲起運 1999年開始 逢九至美流年轉運 今年2009年就是香港轉了一個新的大運 就是這個幾有大運 我們看到香港的八字 看到金就是代表管 代表管 好了 走到這個冒生運 現在幾有運 再跟著2029年更述運 這30年都是金運 很明顯看到 大家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很明顯看到 我們97年回歸之後 其實還是馬照跑 舞照跳 沒有太大的感覺 回歸之後 直至2003年 沙士之後 因為要救經濟 就放了一些自由行來香港 去救香港的經濟 從而慢慢慢慢 大家開始 對大陸開始有很多的不滿的聲音 這個就是剛剛在這個冒生運 冒生運開始 就是由這個冰未運 就有這個沙士 然後開始 開頭慢慢都沒有問題 因為 好事來的 自由行救港 是不是 好了 接著到2009年開始打喉 接著就到雷振英上場 諸如此類 都在這個運裡面 無新運 就是這個金運 開始一看到金 就是這些火 就會跟這些金抗衡 火金交戰 就是說 開始在這個運裡面來說 會來到一些很大的管治 但是因為這個命局本身是 愛自由不復管的 OK 那就鬥爭了 OK 不是說找不到食 不過問題就是 人民的鬥爭重 就會有些頭痛 這個運呢 這個金運 是有時間去走的 因為走三十年 現在走的幾有運 也是土金運 以2029年行更肅運 也是土金運 換言之 你可以預計到 香港人民與人民 人民與政府 反對派與建制派 這些鬥爭 是無日無之的 你要習慣了它就可以了 OK 沒有辦法 這一件事 就是這樣